烧乌龟这个祈求能够遇到好天气 或者是赶走雨天的神秘都市传说 你有听过吗 烧乌龟不是真的拿乌龟来烧啦 那真的太可怕 这是一种跟日本的晴天娃娃一样 祈求天气变好的都市传说 如果你已经规划很久的户外行程 怕会下雨 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这个都市传说 据说在新娘圈非常的热门 毕竟期待已久的 可能拍婚纱行程遇到下雨天 会让人非常的扫兴 烧乌龟一说 最早据说回溯到1998年 报道每次提及 张学游演唱会的时候 都会用纸折成乌龟或焚烧来拜托 那天是晴天 新闻一出就出现了 折大量纸乌龟在烧掉 成为当时很多明星要做演唱会 砍走雨神的法宝 烧乌龟的仪式源自于演艺圈 后来被许多业者采用 2011年的时候 甚至于在论堂上面出现烧乌龟守折 不只烧乌龟的谐音为 乌云龟去的说法 做法也从折纸乌龟变成化乌龟 真的简单很多 这也是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 就是乌云龟去啦 并且广在新娘圈跟演艺圈之间 流传的烧乌龟守折 这也是最多人推荐的一个 让天气变情的方法 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怎么烧乌龟呢 先准备一个空白的纸张 两面都要白的哦 建议是A4 当然大小是不均啦 要准备比打火机空旷处或是铁桶 要准备烧它 做法呢就在指的中间画一颗大大太阳 那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呢 怕当天太热啦 就画小一点点 然后画很多很多的乌龟要笑脸的哦 边画边默 当天是好天气 空白处要清楚的写上 祈求晴天的日期时间跟地点 前一天找个安全处 一定要前一天哦 将整张纸烧成灰烬 它的禁忌就是双手跟纸张 一定要保持干燥 不然会失灵遭雨哦 第二个点火前 一定要将纸上日期时间地点 再念一遍澄清的祈求哦 第三呢就是纸张要完全的烧干净 才可以让乌龟都消失乌云散去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重要时刻 都可以遇到好的天气哦 关注程庆老师 让你时刻保持好运势哦